按照时间规定吃药 然后那个定期回诊 在三项四主主复用药剂回诊时间 他是被誉为动物界狭医的陈永春 由于相当有爱心 加上每周亲自前往偏乡抑诊的扇指 让不少乡亲大赞其医德 其实吧现在就是有医德的医生真的很少 那我就是说像我们家的猫 大概也让他看六七年 那他就是一个蛮有医德的医生 然后就是他也会开着他那台小菊有没有 然后就到处去医疹这样 然后他对于宠物是其实还蛮有爱心的 说起同路偏向医疹工作 陈永春强调原本就智力动物医疗的他 三年前因为刚出生的女儿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加上出生三个月就得进行手术相当不忍 当时的他就发愿要帮助所有的流浪动物 只求女儿能平安健康长大 因为我当初发现过 如果我女儿心脏状况开完道之后 一切都正常 我持续坐下去 目前她三岁了 所以我也是持续坐下去 我平常固定每个礼拜三礼拜六 会往南 潮州以南 往偏乡跑 那最远目前是到房山 那其实主力是以房寮水底寮东港 这些周边南周星园 这些全部都有在跑 那只要有需要 我在时间合理范围内 不影响正常工作 我会想办法试着尽量去出诊 陈永春强调偏向动物医疗资源不足 好比小琉球甚至没有动物医院 离岛的收容动物万一遇到状况 还得等待船只送鸡 因此除了主动前往预诊 也期盼风光客 可以善待地方的流浪动物 后来认识了琉球当地的居民 那因为也没有距离我们很远 我们在屏东 那干脆我就把触角伸到小琉球 去帮忙他们更多 偏乡的这些流浪的动物 不管是你们养在家里 还是养在室外 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就是尽力去帮忙 我希望因为台湾现在已经没有安乐死 那希望台湾 如果真的有流浪动物是需要收容的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这一块 把真正需要安置的 把他们安置收容好 开放领养 然后再就是一定要做结章 那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在路上走来走去 那希望如果大家 大家小琉球玩 晚上骑车的时候可以骑慢一点 因为如果他们被车动到受伤了 这里又没有受医 所以看诊很困难 然后如果他们受伤没办法 晚上又没办法有船过去急救 不少小琉球居民对于医师的爱心议诊 表示感动及赞同 陈友琴强调 近年来动保议题逐渐受到重视 但许多资源及措施仍旧不足 包含制收容领养率及相关制度 希望政府能持续重视这项议题 才能真正的帮助到流浪动物 平东逊不停于相词采访报道 你觉得台湾小琉球本岛 就是要跟 多恐热这些判施不能将联系 都没有诊认渡 给捐指好